我是小蒋,今天在大厅吃珍珠,那场对局结束后,大傻蛋居然失忆把冒牌小蒋认成了我,江氏博士给了我三天时间,只有战胜他才能赢回大傻蛋,可昨天连机甲大佬都失败了,我也是全网君子,没想到有这么多粉丝想参加,竟然还有认识野员小七,要去帮我喊主播的,这不是今天赛季刚更新吗?为了战胜江氏博士,我决定开展小蒋的粉丝小巴赛,粉丝对决第一名的小蒋直接给他安排新赛季福利,作为帮我单挑江氏博士的 有愿意参赛的宝子吗?老地方留下自己的蛋仔信仰,可以机会邀请三五位粉丝,并且选出技术最厉害的来和我一起单挑江氏博士,呵呵,就你这小主播作品,连十个赞都没有,会有人来参加挑战我,我可是几十万粉的主播大佬,你等着,让我看看有多少人报名,我天,这么多人,大厅都爆满了,看来想参加挑战拿手册的人不少吗?我看大厅这只卡斯兰大眼睛的小羊就不错,新赛季就是六阶苦龙蛋了,实力应该不差,还有个叫什么机型养当司的,已经在老地方留言 三回拉,直接去他岛屿,交上好友,看完粉丝后,直接拉他们进房间,开始比拼,这次的第一名手册会关到谁家呢?两位选手有什么战前宣言吗?呃,很好,都在黄浦卖瓜自卖自夸,都说自己是超级厉害的,不是怎么还开始比谁拉屎厉害了,不计,凤凰蛋的巅峰断位,直接秒杀在座的各位,看来大家都对手册势在必得啊,BGM走起,第一局是陌生粉丝,激情的亚当司和选妹双身的对决,第一名是我的,果然这位激情亚当司,别看他是安全的, 还是有点实力在身上的,两位粉丝的实力不相上下,你们觉得谁更胜一筹呢?亚当司被冻住了,看来这把还是,哎,不对,看我逆天操作,直接扳回一波,我天,亚当司帅的嘞,真厉害,看来果然如他所说,手册非他莫属,我就说在座的各位都是菜鸡手册是我的了,好,接下来有请第二组,这个叫无名士的蛋仔,投稿五天了,看看他与亚当司谁更胜一筹呢?这个无名士说,现在别看他是鸡蛋,上个赛季, 是凤凰蛋,也是有实力的,OK啊,BGM走起,这回亚当司换了个火苗燃烧的颜色,那说不说他俩长得有点像森林冰果然,果然亚当司的实力可不是盖的,还是这么厉害,看这娴熟的手法,我天哪,这才没几秒,直接淘汰,哈哈就这样,就这样,最后参赛的选手是这位哈哈大美女,加好友后直接拉房间进入决赛,两位上个赛季都是无敌凤凰蛋,所以最后的手册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最后决赛的第一名,有相应的机会与我和机甲大佬一起单挑僵尸博士,哎呀,这个狐狸怎么突然不动啊?我卡住了,网卡了,问问住,关键时刻卡网了,不过对手倒是挺仗义的,拿着弹板没有进行攻击,OKOK,比赛继续,没想到啊,亚当司前两局都很厉害,还是哈哈大美女更胜一筹呢,最后恭喜哈哈大美女获得新赛季手册一个,还有想参加报名的宝子骂明天老的地方来战,我是小蒋,今天在大厅置租租车,闲着没事,开了把单牌,这是一把令我破 不过防的凤凰天分散,完了这局我就能变成凤凰蛋,但大家都知道凤凰对决特别卷,就在这么激烈的竞争下,居然会有黑蛋帮我超级起步,有点小感动,我也是顺利拿到了钩爪,直接起飞超过了一大批蛋仔,其实我并不想成为凤凰蛋,只是为了完成与他的诺言,以后咱们一起成为凤凰蛋,好呀,咱们拉钩,你好猜,我都快上凤凰了尼赛鸡蛋,我会努力的,也是看来只有凤凰蛋才能匹配得上我的傻蛋男友萧北, 后来我不断地练习,不断努力,只为赶上他,可我没想到的是,在我即将成为凤凰蛋的时候,我们却分手了,他甚至都没有把我的话听完,说好的一起在我上巅峰呢,难道都是假的,所以我们之前的承诺又算什么呢,第二把居然是我最讨厌的送恐龙回家,怎么又是这个黑蛋啊,啊,气死我了,小恐龙居然挣脱了,这傻蛋居然把他恐龙又给我,不是黑蛋,你这谁干什么,你的恐龙, 我心想这黑蛋怕不是傻子把自己分不要一直给我送,有个白给的分不要白不要,谢谢你啊傻子,看那个黑蛋光着身子打颠分赛,肯定是还没有新赛季的宇航员来看,第三局这个傻子黑蛋好像抱错人了,直接丢掉了,然后又跑过来抱我的DK妹送了个超级几步,怎么的,你是对DK妹情有独钟是吧,等等,我在凤凰颠分赛发现了什么警报的消息,我明天就结婚了,这把让让我兄弟,我老婆明天怀孕,这把让我赢姐妹, 你们俩别争了,就算你明天离婚,这把鸡已数,笑死了,有我DK妹在,这把鸡肯定是我的,轻松过关,我也是顺利的来到了决赛,这不是那傻子吗,他居然也能到决赛,看来一会儿是对手了,刚开始就让你们这些小菜子闷大一会儿,我躲在这儿应该没人发现吧,完蛋,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完了傻子过来了,他不会要打我吧, 他在我脸上沉默了许久,转身就去攻击其他的蛋,他屁股上还被射了一件离去的背影,真的好帅,天啊,他本可以直接干掉我的,既然如此,那我帮你一起干掉玉龙,你礼貌吗,咱们强强联手很快就只剩下我们了,正当我以为他会用弓箭把我打下去的时候,他居然担心下跪开始对我送花,这,我破防了,这可是凤凰赛的巅分对决啊,那么他肯定想成为凤凰蛋吧,而我,已经跟上 傻蛋男友分手,其实胜不胜利都无所谓了,小黑蛋对我这么好,这把鸡就让给你吧,哎呀,小黑蛋,啊,这不是我前男友的小号码,我彻底破防了,大傻蛋他不是跟我提了分手吗,他不是说了不爱我吗,那为什么又要来给我偷偷送冠军呢,可是后来他再也没有上过线,没有回过我的消息,我找遍了全世界都没有发现他的事, 我是小奖,今天不吃东西了,我要是在蛋仔派对,不玩了快可惜的,有谁要这个号码,直接送,一上线就想着昨天大傻蛋误会我了,去找他道歉,但他居然不认识我,小奖,是某位过气主播吗,完蛋仔这么久从没听过有叫小奖的,原本以为大傻蛋的赌气,可当我去地图上找正在吃大必发的真爱粉, 他们竟然都不认识我,我这是昨天答辩,是多了起床方式不对吗,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啊,是,僵尸博士在后面捣鬼,那倒窗挂机还被剑单暴打一顿,甚至还有说我是假的,一百粉丝都没有,我才不参加你唱单票呢,谁说呢,我就是真的小奖啊,在蛋仔人气大不如前了,我今天很稳定的只有一个人观看,所以我已经不是主播了吗,我已经变成小透明账号就送你们了,等等,我不是有大傻蛋账号吗,让他号去问我,我们粉丝还记得我播, 算变,上上分,我真是太聪明了,一上线就被这么多人追,看来大家都还是认识大傻蛋的,你们都认识小奖吗,小奖,什么小奖,啊,就是那个大傻蛋的情侣好搭档规避小奖啊,大傻蛋情侣不是大必干吗,难道没有一个人记得我了吗,对了,黄金机甲大佬,你应该还认识我吧,你谁啊,从没听说过小奖,不过我知道 主播会带自己粉丝一起玩游戏,就你,玩游戏可以啊,最近新出的南瓜派对,我带你们一起开,直接证明我小奖也是有实力的,好吧,机甲大佬,我可是小奖,一会记得保护我,太可怕了,南瓜就在我身后,躲这儿应该看不见吧,这次南瓜入侵更新了三张地图,而且还新加了四种道具,新地图里我发现个无敌点位,红这两个南瓜上去,嘿嘿,怎么样,连蛋搭子都上不来,直切无敌,南瓜什么时候过来的,破了个洞,吓死我了,还好我跑得快,不是, 前面什么时候也有个南瓜啊,好好好,这下我也成南瓜了,直接摆烂,呦,这屋顶上还有加龙泡的嘞,妈呀,破南瓜,开这么多局都输了,还是跌分赛适合我,呃,完了,忘了,这是大傻蛋的账号了,粉黄掉到鞍蠢蛋,应该不会被发现吧,不玩了,不玩了,我要卸宅,再也不玩了,等等,不过这好像是大傻蛋的手机啊,快给我出来,是谁,这是谁这么大胆,卸宅了我手机, 我手机上的蛋仔,账号还给我掉了大分,是谁,让我逮到你就死尽了,不嫁给我就偷你家一辈子的马桶,最近双人漫步不是超火吗,我来给你们出最简单的教程了,还有不愧的,直接来我学校偷校长马桶,笑死我了,给旁边那群傻蛋看呆了,好多老婆说双人漫步怎么也卡不成,这不,小蒋发现了个百事百成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因为要发起双人动作相互推,就很容易被撞断,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个围栏的一边,把两个手机上的蛋仔,账号还给我掉了大分,是谁,让我逮到你就 整个蛋相互固定好,这样就不会到处乱挤了,无论蛋仔怎么挤都不会乱跑,百事百灵啊,也是小粉丝告诉我的,快去试试吧,给岛上的宝宝大门羡慕怪了 我是小蒋,今天在大厅吃井盖,不是吃井盖,眨眼睛了吗,怎么专谈我啊,前几天因为被网爆,做皮又没多少点赞,下定决心要退网,但你们真的太暖心了,私信发消息说给我送了天穷骑士,还有这么多人报名参加单跳,不过送天穷骑士的代价是挑战个大小蛋减膀关系的, 点个赔碗,假装男蛋和他绑Cp,这些粉丝是有点恶趣味的,喜欢,咳咳,我绝不是自己想试,为了添穷骑士,我也是拼了,直接换成男蛋在群里点了三闪天狗,一毛钱三坨,修狗Cp滴滴,现在我是男蛋,正片开始了 啊,我们都是男的,呃,其实,男的也不是不可以,直接绑定情理关系,以后有好看的妹子家里好友怎么办,我只喜欢男的了 我上线以后立马来找我 当然可以 这么听话比大小蛋好一百倍 我要是颠分很猜,跟你生气怎么办 不会的,要是有你生气了,你就打我批评 很好,性化的很成功,以后咱只喜欢男的知道不 知道了,伯伯 来吧,开个四排看看你们的实力 几天没完颠分赛,入场动画,什么时候变这么炫酷了 来吧,来吧,抱我穿着鸡,你是什么很贱的人吗,非要第一抱 老板,你就开局,站起点等我们就行,偷偷带飞 呃,收到,居然有只傻不得的小熊跟我一样摆烂 看他不穿衣服,肯定是没有皮肤 小熊问我为什么不跑,不好意思,我有个强劲的队友 可恶的敌人,居然伪装成队友 你别跑啊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原地摆烂 是怎么快啊,直接带飞拿下 第二吧,这图我不熟 你干嘛 白白,你下去吧,这里让我来 没事没事,我相信他们的实力还是很厉害的好吧 看上去还被这么多鸟追上都没有干 果然实力还 我这乌鸦嘴 幸好还有一个存活,全靠电风第一打天下 这实力又干掉一个 想到到直接在电风下里引起功分了好吧 看评论没留意,直接自杀 不过他们的实力可强 直接给我带到了电风决赛 决赛了,家人们,我要带个回宿好好表现一下 不是不是,你干嘛,你们在干嘛 白白,你下去吧 直接一次性淘汰了 狠起来自己人都杀 才过去十秒,场上就只剩下一个蛋了 这什么实力啊,赢得全来不费功夫 这人当我大摇大摆的走在岛上时 呃,前面那个不是大傻蛋吗 有,有心打死 这,大傻蛋不是的 你给我过来,就是你们抢我对驾 我去,我居然心动了,该死 心想跳得好快 大傻蛋什么时候这么帅气了 快上车,咱们走 不好意思,搞错了 你说公主请上车 我是你爹,公主请上车 我去,这本门真喜欢的呢 快跑,山上就可怕 这单下次你接 我不接,你接 我是小蒋,今天在大厅是南瓜爹爹乐 自从我发了被网报视频后 大傻蛋就删掉了我的好友 所以警察一上线就会和大逼嘎在一起 呦,这不是你天天挂嘴边的小蒋吗 还大主播呢 一百个粉丝都没有 穿这么寒算根本配不上你 好,那我走中心了吧 小蒋 就在我和粉丝们一起拍蛋在龙泉分的时候 居然有个箭蛋直接把我勾飞了起来 干啥呢,这是谁啊 玩鹰的是吧 等我找到你,你就阻定了 人啊人啊,在哪里,给我滚出来 别躲了,我看见你了 别理他,可能是人工大队专钩机关门 说话是你干的吗 我自己人自己人 好,龙泉分,最后一个镜 到底是谁啊 你们有看清是什么颜色的蛋糕的我吗 你看那个腿的 让我找到你了,看我不把你腿打断 粉丝们跟着我上二楼 诶,奇怪了,怎么没人呢 我不是人,好好好,我不是 算了,作为主播,退一步换个岛吧 肯定劝,直接换岛 这次我们每个人都开了影声,应该不哭 到底是谁 这已经第三次了,事不过三 忍不了一点 让我上二楼去看看到底是哪个家伙 好家伙,作案工具都好在 就是你们捣乱是吧 等等,怎么是僵尸不是 你小蒋有什么实力 我就捣乱 胡子,上次你被网报的事情可都是我安排的 什么 还找粉丝跟我单挑呢 我看好像根本没几个蛋报名吧 你僵尸博士,别太过分了 这这这,这是什么 传说中的一重就美吗 你大傻蛋都跟大皮嘎准备结婚了 还念着小蒋呢 克隆兄弟们给我上 你们这帮小弟不长眼睛啊 敌人在前方你怼着我连的 克隆兄弟们给我上 咱今天就把僵尸博士打得满地找牙 人了人了,这死僵尸躲哪里去了 老二老大跳了我妹 单挑就单挑,单在电分赛 直接看 敢欺负我小蒋你要命不要 小蒋,就你这三角猫的功夫怎么跟我比 就是说大傻蛋认真起了 这样子还挺帅的好 其实分开后我也挺想不太 怎么样,刚刚爷帅 帅你个大头鬼帅 哇,校北,该干你怎么长得像刺猬 好帅呀,我更爱你了 不不不,你俩都给我滚,你俩过去吧 我是小蒋,今天那大厅一直跑车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段挂机录屏会让我后悔一辈子 原本在岛上查出代话bug 热时外卖到了,我便放下手机去取外卖 一只ID叫小黄的莱卡走过来问我 你可以陪我玩吗 现在我没回答,去岛上刷新各种道具 拿回来问我要不要吃 然后就开始抱起我自言自语 要是你没挂机就好了,你会成为我的主人吗 算了,我这么脏的流浪狗,肯定没人要 看我许久没回答,又把我抱到了摩天罗 那好像是一只被主人抛弃了的流浪狗 我从未见过如此乐观的蛋,一个人在岛上自娱自乐 郭,他把我抱到进去就独自离开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我正被一群蛋袭击网爆 每次上岛都被追打,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就是某某睡不醒啊 这么见还玩蛋仔,被网爆了还不退网 这种人就不配下载蛋仔 还什么找粉丝跟我们单挑呢 看没人报名吧 其实有这么多宝贝报名,我真的很感谢大家 你们不许欺负我的主人 莱卡真的很暖心吧,我赶走了网爆我的剑蛋 主人,你看我捡到拖鞋了 以后流浪不会热肚子 他以前就是这样维持生活的吗 主人,只有你这么久没抛下我 要是你没挂机就好了 当时我取外卖回来了 发现有个陌生蛋邀请我双排 我不分青红皂白的直接拒绝了 后来烦起路品的时候后悔极了 他是一只可怜的流浪狗 跟我搜索他的ID想在好友时 却再也没有找到他 直到某天随机开了个双排电风赛 这是小黄吗 他居然抱我超级起步 后来我才发现他真的很友爱 很善良 会在电风赛帮助落后的蛋 在决赛里给其他蛋让冠军 那把电风赛和我来他岛屿 跟他加了好友 我是一只流浪狗 S12赛季城市的生活 有点不适合我 这次我没有拒绝 用他的做法温柔地拥抱他 要不以后我做你的主人吧 好呀,终于有人陪我一起玩了 但第二天上线 我找遍了所有角落 都没有找到小黄 难道他跟大傻蛋一样 是来欺骗我的吗 10月16早晨 黑色罗威娜 咬死了两岁幼童蛋 从今日起 但载脑严格处置流浪狗 我银银有些不安 最近甚至有冒粮狗粮被投毒 你们知道流浪狗小黄在哪吗 小黄 是那只昨天被打死前 还笑得很欢的傻狗吗 啊 他昨天被抓的时候 依然一脸笑容 还喊到贩子主人呢 小黄你怎么能这么傻 他们抓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跑呢 你为什么要跟大傻蛋一样 从我身边消失呢 罗威娜咬人 是罗威娜的错 这一切关流浪狗小黄什么事 你们身边有消失的流浪狗吗 后来小黄到达了天堂 哇 是S6赛季 我在岛上散步居然穿越回家了 这里好热闹 地球不止属于人类 每个生命都该被尊重 窝了个豆 这张图居然能摸到蛋仔 地图叫戳你的头 听你们试过了 长安蛋仔还能大叫 看看 我的小舅舅 快上蛋仔看看 我是小奖 今天在大厅吃水果摊 买的火龙果 你们有见到大傻蛋吗 最近他一上线就躲着我 我也是学聪明了 开个隐身 假装离线 来到他岛屿 这么多天没上线 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 还不回我消息 你说该不该打 什么退油 真的假的 你别退啊大傻蛋 大傻蛋你退了 我可怎么活啊 大傻蛋 这一通好事终于轮到我了吗 十六万潮流动 以后这账号就是我的了 还有这么多弹币 抽个新出的漫画汽油联络皮肤 我现在可是个土豪的 第一发直接抽 啥呀 两千翻盖币 你又是保底 大傻蛋剑十年生命出个 你看高度下来两个皮肤都到手了 滚动特效也太帅了 对了宝贝们 蛋仔和梦幻系油联动了 完成梦幻急于任务 还能拿免费的超级泡泡和配饰哦 闲着无聊打开聊天记录时 我破防了 这 怪不得他一上线就躲着我 还要退油 他应该不想让我知道吧 说好的退油呢 我去找他陪我玩 他立马就答应了 我账号怎么剁了 古精灵和剑侠客的皮肤 我抽到送你的 梦幻系油联动情侣皮呀 赶紧换上带你去跑 最近超火的梦幻系油联动地坨 那把对局后 他好久都没有像这样陪我跑过图了 好不容易穿情侣皮陪我玩 大傻蛋快带我上分 好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会送我超级起步 我天直接第一这把吻了 啊失误 好不容易快过了 谁放的传送球啊 第二关大傻蛋一开局就直接抱我 他今天咋这么温柔 我都怀疑是不是真的大傻蛋了 可恶的冒牌狗撞我 完了完了要输了 幸亏有大傻蛋 这超神的技术直接过关 第三把也是轻轻松松直接打下 就算带着并行双道的技术 依然这么厉害 看着他把一个一个蛋打下去的背影 我却莫名的有些想哭 以后他真的就要离开我了吗 你今天怎么了 心情不太好 他居然还在安慰我 我真的更加难受了 你说你会不会离开我 沉默了这么久 所以我看到的聊天记录都是真的吗 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吃打遍南瓜 你们是不是等我退网的消息等很久了 今天来回复大家 并且带来一个坏消息 我真的对蛋仔彻底绝望了 想了很久做最后的告别吧 把蛋仔恢复到最初的样子 几块妹对不起 前几天发了在电文下遇到小尖蛋的视频 居然有人说我是卖惨主播 装可怜 甚至还有说我批图批得真好 根本不是批图 只是打了马赛克 不想暴露他们名字而已 最后再清理一下背包吧 谢谢你陪伴我了一年 其实这些截图都是以往年文赛遇到的 很以为出视频后就不会再有蛋来捣乱了 可当我在岛上举办撞皮肤的捉迷藏大赛时 那群团队又过来捣乱 方向拉我主队 怎么会有这么有限制的蛋 我说过要捣乱到你小蒋退我 就你 能找到粉丝 跟咱们单挑吗 有什么事 你冲我一个人来 不要欺负我的粉丝 随便找位粉丝都是凤凰的 某某睡不醒 还真能找到粉丝啊 敢不敢我跟我们老大比心出的设计生物化模式 三天时间 要是你们赢了我们老大 就实名承认以后不再找小蒋捣乱 不过要是你输了 就等着你的蛋仔账号被举报到永久封号吧 让你一辈子都上不了蛋仔 退出蛋仔圈 你别太嚣张 拉了十位粉丝直接开 蛋仔火线启动 这局我和粉丝是蛋仔队 他们是便宜大 咱们的任务就是在四分钟内维护蛋仔阵营 并且击败他们 呃好险 便宜弹怎么会瞬移啊 幸好我躲得快 有三种枪法技能可以选择 这个模式的偷击技巧就是抵达二楼 呃不是我怎么上不去 唉 邀请的十位粉丝一个又一个的接连淘汰 不过我又发现了个偷击技巧 将队友报警来卡bug 直接狗在这里刷分 子弹打得出去 外面的敌人进不来 等等 不是敌人进不来吗 怎么过来了 完了完了 这下我也成便宜弹了 剩下的三位粉丝加油啊 哈哈 你就等着输吧 第一局让他们给得逞了 不过第二局我是便宜弹 直接嘎嘎乱杀 你一个臭机甲哪里逃 这下躲到角落逃不掉了吧 你别忘了我们的规定 蛋仔队获胜才算你赢 啊 你耍嘞 就剩最后一个粉丝了 果然是高手躲在二楼一角 打都打不到 呵呵 都变成便宜弹了 第一局你们输了 还有两天时间呢 宝贝们有新生化玩法厉害的大骂 咱们老地方来站 我是小蒋 今天的大厅和葵花路卡吧 随机开了双排电门赛 怎么也没想到 我居然会被网爆 原本是想试试运气 能不能在电门赛 我遇到傻蛋 这结果 现在玩个电门赛 都会被黑粉骂了吗 要不 我还是退网吧 虽然舍不得 但是 这样你们就能开心了 这里 我只展示了他们说的一部分 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 所有门子我都打满了 是 正如你们所说 我不过是个破玩蛋仔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蛋仔跪圈变得越来越乱了 一个又一个的主播 接连塌房 被造谣 被网爆 这样的蛋仔电门赛 我真的打不下去 直接退出本局 可谁真事情 没有想象到这么简单 一退电门赛 我就被各种追杀 当我在直播间 给粉丝搭建精神时 一遍又一遍的挑战我的底线 疯狂邀请组队 账号直接被举报导致封号 竟然还封杀了一万多天 这下你们满意了吧 你现在开心了吧 后来我也是打电话给网易 很不好意思打电话 欢迎去电网易游戏弹在拍队 像王一克福吉 吃了好久才给我解分 绝非剧本 我已经不止一次 遇到这种事情了 重新收号后 大尸弹居然在线 蛋仔是我和他 唯一的联系方式了 去他岛屿找他复合 可居然又遇到了他们 又解分了 我往报道你小脚退我 就你这种小主播根本就不配玩蛋仔 怎么跟我们有一百万粉丝的老大比 你们老大 我老大可是无敌凤凰蛋 你敢找粉丝 跟我们单挑吗 怎么不敢 我小脚粉丝们的实力也不是盖的 既然如此了 咱们就互私到底 看到这条视频的宝贝们 有愿意参加报名单挑的吗 你们说我该退我吗 曾经的蛋仔岛会互相团结 还记得S6赛季的甩手舞吗 那会儿的官方整活 2023年新年在屋顶和大傻蛋一起看烟花 你是从哪个视频认识我的呢 很多人在我的视频底下发表了自己退友的原因 感觉蛋仔还是早期好玩 现在的颠分赛兴图又难又滑 天天上线不是无缘无辜被打就是被骂 每天来岛山看一看没多少人又下线了 所以曾经没你一起玩蛋仔的蛋搭子 现在还在吗 是谁绑架了大傻蛋 不可能是我 当时我在看飞出蛋仔的罢了 也不是我 当时我在马桶吃饭 不是我 我在挑战变成蛋仔岛最大的蛋 外形也不像 半骚扬在酒吧DJ 没空管这些 怎么可能是我 当时我在打颠封赛 那更不是我 当时我躲在井盖里玩捉迷藏 活在上课 宝贝们几号在撒谎 当小蒋一起寻找真正的凶手 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吃 我大喜满了 家人们 匹配到雷子够了 今天在大厅喝老鸭汤 我怎么也没想到 接下来会匹配到我最爱的蛋仔男神 哪个没素质的在汤里撒鸟 自我一脸 晦气 煎蛋 往我鸭汤里小便 现在浑身上下还一路洋骚味 新赛季就没见大鸭蛋上过线 有点想他要是能复合就好了 你们知道怎样和大鸭蛋复合吗 新赛季又掉到鹅蛋了 开把颠封上分 结果偷中速吧 这次开四排 我就不信还掉分 普通的颠封赛 开局就是看到好多人 在评论区疯狂刷屏 此时我还没有观察到什么意义 现在随机匹配的颠封赛 评论区大家都这么疯狂吗 让我看看他们说了啥 怎么个事 小小啊 不会是假的吧 哪里有雷子狗啊 一天天大惊小怪 卧槽 我刚打到谁了 我不是故意的 算了不管了 上分要紧 雷子狗 过去是真的雷子狗吗 男男王好激动 假人吗谁 怎么第一次在电话下 皮皮到男神 不是我们队不会嘎了吧 过去这都能赢 有个厉害的队友就是不一样 第二局快快快把我超级起步 这把有雷子狗 咱们一定要紧 报不了一点 什么破墨机 又是没紧急怎么办 赶紧跑都落下一大街了 哎 西部小在我后面等等他吧 天 西部小刚抱了我 送了个超级起步 家人们谁懂啊 我可以炫耀一辈子 我不是在做梦吧 太激动了 竟然顺利的来到了第三把 我天我现在都觉得想都不敢想 雷子狗他又抱我了 做梦都不会问到这种情况吧 这不会是想把我扔下去吧 没事没事 雷子狗我来保护你 我居然抱到雷子狗 太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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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还好咱俩对我牛逼都进敌了 最后一局带个回溯 BGM走起 不好意思开错了 剪个紫色地雷 天啊 雷子狗这个面型书放的好帅 实力好强又干掉一个 这才十几秒 我们队已经两个都嘎了 不过我有点好奇 我是鹅蛋 怎么会匹配到心想呢 哦对对对 新赛季 这会儿大家都从混黄掉到鹅蛋了 新赛季赶紧去匹配 说不定能遇到主播 回大厅后 赶紧去嫁他好友 超级激动 可是奈何他好友马了 还好开了路屏 不然后悔一辈子 他居然在直播 那就是说他刚刚在玩蛋仔 我遇到的是真的雷子狗咯 某某给他刷个小星星 谁懂啊 加了个好激动 露宿才开始一线签吧 怎么又是雷子狗 刚硬 我今天是得到你的宠信了吗 他出来居然还主动加了我好友 天啊 你们上到七年了吧 家人们太净了 在线等级 我该回什么 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 你是红烧肉 我好像错怪大傻蛋了 每次我去找他 他都会突然下线 变得非常奇怪 你们还记得 那把电文赛 大傻蛋用小号 给我让冠军吗 今天知道真相后 我彻底破坊了 这下小蒋离家出走 我们也不用再演戏了吧 演戏 演戏是什么意思 他们有事瞒着我吗 大傻蛋 你再坚持几天 我的研究马上就成功了 想想你为了让小蒋离开 做了这么多 确诊的是白血病 我 我不能连累小蒋 他还是个学生 好不容易做博主 却背负骂 一天十个赞都没有 还盼着他有朝一日 成为百万博主 要是让他知道 我患白血病 他肯定没心思做视频 对小蒋来说 是一种打击 为什么突然提分手 一定要这么绝情啊 决赛的那一刻 我真的下不去手 打傻蛋 你干什么给我让冠军啊 不行 这次你放水再一局 咱们好好打别冲动 打傻蛋 都怪我 没有把你冰冻住 你耍赖 再来一局 啊傻蛋 你就这么想动 我跟手了 你根本就没有用竞权 一直在放水 要怎么样才算 我们不要分开好不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只能上小号 让你战胜 不离开 只会连累 果然 我和小蒋的默契小号 都能匹配到他 老样子送你个超级起步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 送你超级起步 此时我根本不知道 对面的小黑蛋是谁 只是觉得前两句 他一直在帮我超级起步 为了报答他 一起强强联手 干掉了其他的蛋 头一次遇到这么默契的蛋 人转身耍坏的动作都一样 小黑蛋真是要打 花了冰冻 是要把我打 小黑蛋 随即匹配的巅峰 这一次算了吧 怎么 是大闪蛋的小号啊 后来他真的玩消失 我再也没有找到过他 直到那天回庄园 大闪蛋自然和我闺蜜 绿查小蒋在求婚 你 你俩开玩笑的吧 大闪蛋 我知道你是庄的 看来只能很下心了 你是小蒋最好的闺蜜 咱们在小蒋面前 去问爱 那小蒋肯定会自己离开 你这又是何必呢 我不忍心他在病床上 守着我离开 那小蛋 你个渣男 你没有这么信任 你也没想到 你居然是另一场 操误男人 你也过去吧 我要加速走 你让小蒋闺蜜 和我安排了 这么一场完美 无缺的演戏 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的实验 还差最后一步 只要拿下颠峰赛的冠军 开启时光穿梭 回到以前 那就还有希望 我 我 我